我在新生群里拉仇恨 我长得这么漂亮 同学们看到不会自卑吧 学校有停机瓶 可以停我的直升机吗 不会吧不会吧 你们报考这个专业 连芯片制造都不会吗 很快我被整个群骂 更有激愤的把我送上热搜 让我被全网骂 可我却勾起嘴角笑了 因为我绑定了 被骂就变强系统 他们再骂下去 腹白貌美的我就要带着五内米 芯片制造技术开直升机进学校了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苦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拜托拜托 小一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大学开学 A大新生群里 经线各种显眼包 尼普 有没有好心学姐 能发一下停车场的位置呀 我打算自己开保时捷去上学 哎 国内的左舵车我真开不习惯啊 我在国外都是开有舵车的 迟瑶 你自己开车去呀 我国际驾照在国内用不了 只好让我家司机送我去了 我看着这两个熟悉的名字 一阵兴奋 尼普是我奥塞班的同学 迟瑶是我高中学校的校花 A大就在本地 他们还搞这么大阵仗 这难道不是在整活吗 都是熟人整活 那我一个乐子人能不凑热闹吗 于是我在这个时候也跳出来问 学校里有停机坪吗 刚考了飞行执照 准备开我家的直升机去上学 谁知道我刚说完 尼普就发了一张 自己单手开保时捷的照片 号 昔日同窗竟是真少爷 群里立马有人跪舔 少爷 保时捷能带老奴一起坐吗 尼普很快回复 不要叫我少爷 之前我爸的那些生意伙伴 就喜欢叫我少爷 我认为这是个人人平等的世界 我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有钱人 好的少爷 池瑶也不甘示弱的 发了一张家常版豪车的 奢华车内照片 不是 他不是隔壁班学艺术的校花吗 怎么真有豪车啊 我在此刻晒干了沉默 尼普却站出来问我 反映心 你的直升机什么样啊 发来看看 怎么回事 你们炫富都完真的 只有我在实名吹牛逼 因为我拿不出直升机图 全力开始嘲笑我 真的里面混为假的 还直升机 真想上天啊 尼普和池瑶也都把枪口对准了我 尼普嘲讽 最烦你们这些穷逼 兜里没钱 脑子没货 满嘴都是跑火车 我捂着通红的脸逐渐难堪 好歹做过几年同学 他怎么可以这么不留情面的说我 池瑶也说 Unbelievable cheap人做cheap事 真是好cheap哦 我是真没听说池瑶出国国 没想到他现在都拽上英文了 但是最糟糕的是我 因为我真成乐子了 即使藏在屏幕背后 我突然听见一个机械音 恭喜您成功绑定被骂就变强系统 骂得越狠 变得越强 检测到当前有识人正在骂您 财运加时 与此同时 我听到一道愉悦的声音 支付宝到账十万元 我一个鲤打挺又只愣起来了 人家去拥和公排队球的财运 我被骂两句就有了 还难堪什么 害臊什么 骂 给我使劲骂 我正准备在新生群里大展身手 我妈却在这个时候 喊我出门买菜 我多跑了一条街去买新鲜的肉菜 刚往回走 一辆颜色骚包的保时捷 在我旁边停了下来 车窗摇下 露出泥谱嘲讽的脸 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我 是百银心啊 我还以为看错了 我家保姆买菜都开奔驰 你怎么还要自己走路去买菜啊 直升机没有就算了 家里连一辆奔驰都没有呢 我捏紧了手里的菜篮 说实话还真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当面嘲讽 就算有系统傍身 我还是有些惶恐和无措 骂出了最后一句 穷逼 我气着气着突然就笑出了声来 因为我听到了系统声 检测到您正在被骂财运加舞 还有哗啦啦的鼠钱声 支付宝到账五万元 你普见我笑一愣 随即用目光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露出一个坏笑 和果然是见骨头 你对我妹笑是想勾引我吗 毕竟当我的女人 你才能真正坐上豪车 开上直升机 之前没仔细看过 其实你这张脸 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 他话音刚落 系统就出声财运加时 嘿 这句比上一句骂得还脏啊 我终于鼓足勇气 积攒了一肚子的怒气 也在此刻蓬勃而出 我刚才就想说了 这个颜色的保时捷实在是太丑了 说完我在他的错愕中掉头就跑 耳畔是连续不断的机械音 财运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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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奔跑着听着支付宝到账五十万元 心里觉得异常畅快 我回到家打开手机 新生群里依旧热闹 先是你普在群里拿自己的 骚包色保时捷刷屏 还在群里问 这个颜色不好看吗 这个颜色真的不好看吗 总不会真有人觉得 这个颜色的保时捷不好看吧 他竟然也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 群里人当然是夸他 这可是开保时捷的真少爷啊 尼普很快又自信起来 我就知道有的人不识货 但是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接着又有人在群里发 有没有人来报照玩啊 有机会获得优先择偶权哦 石瑶是第一个冲出来的 他发了一张高屁图自拍照 腿长两米 经修加滤镜 旁边地砖都是歪的 后面还跟着一段语音 是和他平常说话声 完全不一样的萝莉音 哎呀 手滑发错了 发现的时候已经撤不回来了呢 可不是嘛 这照片发了还没两分钟呢 甚至两分钟后都没人说话 不知道池瑶尴尬不尴尬 反正我是笑出声了 两分钟刚过 尼普就出来了 他发了一张 自己坐在保时捷上的自拍照 照片刁钻钻地 拍到了他隆起的宫二头机 还有眼睛里倒映着的保时捷车标 他真的细节满分 我哭死 尼普也发了一段语音 又呢还是不知道 练了多久的低沉气泡音 学校有没有健身房啊 我卧推必须二百斤的 一天不推浑身难受 尼普刚显摆完 群里有人认出来 他瞳孔里的保时捷倒影 又开始纷纷吹捧 尼普却在此刻私信我 百银心 我知道你是因为没坐上我的车 才说活车丑的 没关系 我不跟你计较刚才的事情 你看我长得帅又有钱 你跟我在一起 还不是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吗 说话的同时 他还发来了转账 转账520元 转账1314元 尼普又说 这种有特殊意义数字的转账 就算分手了 我也不会找你要回来的 你那么喜欢装有钱人 不如跟我在一起 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我沉默到想抱打他的狗头 他哪来的自信啊 救命 这种钱我当然不能要 果断选择退回 这钱比骂我还脏啊 这还没完 尼普又在大群里公开说我 百银心 抱着这种好事 怎么能够少得了我银心 我喜欢银心的长相 都在我的审美点上 这种暧昧的话 一下子就让群里人激动了 真的吗 真的吗 百银心也是大美女吗 有多美 比持遥还美吗 持遥可是笑花呀 但是没听说过百银心是啊 我当然没有持遥好看 我有自知之明 持遥是天生的冷白皮 我高中时读书还是蛮拼的 所以常年睡眠不足 皮肤有点粗糙暗黄 持遥听了这话也不服了 百银心 照片发出来看看啊 听说你也是三中的 但是我没听说过你长得好看啊 众人纷纷好奇 尼普喜欢的女生长什么样 甚至尼普私信我 银心 快发一张你的漂亮自拍 让他们知道我尼普的审美 是最绝的 我能让他如愿吗 我想了想 甩手就是两年前的一段视频 但是我参加全球青少年 钓鱼大赛时拍的 视频里的我 趋黑的如同名侦探科男里的小黑人 正抱着冠军奖杯 大喊别角英语 China 想到系统奖励 我心血来潮的又加了一句 我长得这么漂亮 同学们看到不会自卑吧 果然这下群里潜水的 纷纷被炸出来了 哈哈哈哈 原来有钱人都是这样的审美嘛 太独特了 肌肉我就忍了 绿茶我也喝了 看到 去黑姐们自信参加选美大赛 我憋不下去了 大学四年子我全是没了 但是如果你去参加校花评选 我绝对投你 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可靠无滤镜 诚实 在互联网 这是多么珍贵的品质 他真的我哭死 隔着屏幕 他都要展示最真实的美感 要不说高考完是智商巅峰呢 全有每个个骂人 都跟林肖似的 主打一个高级 系统再次发声 检测到您正在被骂 美貌加实 炫富被骂变有钱 炫脸被骂真变美 在他们的一声声追捧声中 我的脸隔着屏幕战红 想不到吧 我一个乐子人其实很羞涩 但是很快我就退去了脸上的红韵 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变漂亮了 我看见镜子里的我 高三熬夜的辣黄小脸 变得白皙发亮 粗大的毛孔都收缩到看不见了 照这个趋势下去 这辈子衣美我都不用做了 我顿时兴奋起来 甚至觉得大家还是太含蓄了 新生群里都是文明人 骂人不够带劲 只有尼普恶狠狠地私信我 百银新你是故意的 你自己丢脸 还要让我跟你一起丢人吗 告诉你 我不会喜欢你了 天哪 那可真是太感谢了 尼普的爱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他就转头和持妖勾搭上了 就说不过半天 就在群里修成正果 有人在群里问他 尼普为什么不和百银新好了呀 就因为他皮肤躯黑吗 你难道看不到 他那质朴而成时的优良品格吗 群里不仅有闲眼包 也有捧臭脚的 更多的是看热闹不闲是大的 尼普急了 甩出一张图 正是他给我转账的截图 你们不要诬蔑我 我才不是那种人 你看看百银新 他就是看中了我的钱 我看得连连皱眉 他好险恶的用心 那张图甚至是刚转完账就截下来的 但凡他晚了半分钟 截图就会是转账退回的界面 我立马敲字回复 尼普你不要恶人先告状 你发了转账 我一分钱都没有收 更没有要过你的钱 尼普又说 你有证据吗 我这张转账截图 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呀 我打字的手僵住了 我确实没有证据 因为我早就把它删掉了 所有聊天记录都已经清空 我感到十分气愤 竟然被他钻了空子 这下还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果然大家又开始骂我 百银新 本来以为你是个诚实的女孩子 没想到是拜金女 你说说你 长成池妖那样拜金就拜了 你这满脸躯黑五官 都看不清是真敢拜呀 我抿唇听着耳边的系统音 财运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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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觉得这钱拿得有些心梗 我正悲愤的听着支付宝到账的播报呢 我妈又让我去买菜 我正等绿灯过马路时 一辆熟悉的骚包保时捷停在我面前 冤家路窄呀 这次车上不仅有尼普 副驾驶上还坐着池妖 尼普盯着我半天 摇下车窗嘀咕 百银心 我怎么觉得你比前几天好看了 承让了 那不都是你们骂的好吗 石瑶听了顿时生气了 她阴阳怪气的说 普普有的人说不定是去整容了呢 毕竟拜金要了那么多钱 总得有个地方花吧 你看他穿的那么寒酸 肯定都花在脸上咯 尼普脸上有一闪而过的不自在 我脑子闪过那句话 这有污蔑你的人知道 你到底有多无辜 我根本没拿过他的钱 因为愤怒上头 这次我没有躲避 我直直地站在尼普的车前冷笑 这次不仅车丑 人也丑 池瑶声音尖锐 你说谁丑 我指示他们 吐字清晰 不要误会 我说的丑不单单指你 而是说两位都很丑 而且丑得很般配 绿灯变红之前 我坦荡阔步地走开 身后是池瑶尖锐的嗓音 但是我自动过滤 只剩下系统的机械音 美貌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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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当面对战也不过如此 我开始喜欢上这种感觉 回到家 我发现池瑶 竟然主动加了我好友 出于好奇 我通过了 她什么话都没跟我说 倒是发了一条朋友圈 内容是 我照镜子的时候 总在想自己 为什么这么好看 在看到我妈的样子 我懂了 哦 原来美貌是与生俱来的基因 不像某些拜金女 只能费尽心思搞钱整容 恐怕穷尽三代 都不过是一样的丑脸 文字后面 还跟着她的九宫格自拍 这是在内涵我呢 我不仅不气 反而开始有些小兴奋 因为我听到了 检测到您正在被骂 美貌加舞 我倒吸一口冷气 这神一般的战斗力 恐怕只有自恋你谱 才能与之抗衡 我连忙在她照片 下面评论 没我好看 很快 她连续发了好几条朋友圈 都是带自拍图和文字的 她怒了 有的人家里 恐怕还用的铜镜吧 没打磨没抛光 照出来人畜不分 系统提示 美貌加舞 家里没镜子 就撒泡尿照照自己 美貌加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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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捧着手机 看着这破天的富贵 瞪大眼睛 美颜斗折 净恐不如斯 我含泪在一条 又一条朋友圈写下评论 没我好看 三分钟后 我发现我被屏蔽了 我叹了口气 有点可惜 多么好的刷分神器啊 此刻 我一个种泡眼单眼皮 都已经是欧式 大双单凤眼了 苍白唇色 都变得明眼有光泽了 酷黄分叉的头发 都变得如鸭鱼般 黑亮浓密了 这少说 也是个笑话长相啊 这美貌质增长得 让我觉得 自己的脸皮都变厚了 被骂而已 我真的可以 这持谣骂完就跑 简直是来做慈善的吧 晚上 我妈叫我吃饭 一桌人看着我 愣是半天没说话 我妈筷子将在空中 欣欣 我的欣欣 砰砰跳 我街上的烂梗 被我妈一巴掌扣头 但是 我妈说了口气 认出了我是她 你憋在房间里做美容了 怎么感觉 一下子变漂亮这么多 我想起来 持谣的基因理论 于是我说 美貌就是与生俱来的基因 我照镜子的时候 也总是在想 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看 但是看到妈你的样子 我懂了 我妈眼睛亮亮的看着我 嘴角的笑仪 已经止不住了 可是我说 我这一定是基因突变 我妈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随即一巴掌又拍了过来 与此同时 骂声也响起 耳盼传来熟悉的声音 美貌加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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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妈呀 我泪目 我爸在旁边吃饭叹气 这孩子现在说话是真欠揍 我满脑子确实 这下是顶级笑话了 快要能出道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尼普和池瑶虽然做人不行 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 刷分神器呀 从此新生群里 有他们装逼的地方就有我 群里有人说我因爱生恨 尼普到处放话 说我得不到他就要毁掉他 我一时掖住 也不知道是谁毁了谁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污蔑呀 这天大家聊到高考成绩 先是一个路人女生跳出来说 我高考发挥时长 只考了680分 所以只能来我们学校 现在只能勉强跟在座的各位做同学了 学校藏龙卧虎 果然嚣张 这路人女生一开口 就把整个群包括学校都给骂了 我甚至听到了系统提示 智商加一 看来又是个全新领域加分项呢 其他人纷纷坐不住了 尼普立马跳出来说 高考680分确实也就那样 像我以后可是要做 international student国际生的 哎 到底是R国还是去H国呢 真是让人头疼的选择 群里沉默了一瞬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接尼普的话 这个逼格超纲了 经过这段日子锤炼的我 在此刻如同英雄一般站了出来 680分一定懂摩尔定律 在芯片技术上的应用吧 去H国吧 芯片技术世界排名靠前 去提省学点技术也行 我们学校最强的 就是集成电路相关专业 像我这样的强者的第一志愿都是这个 我们将来都是要去研制出芯片 解决卡脖子技术的 你们报这个学校 想必都会制造芯片吧 普通装逼会让人沉默 离谱的装逼会让全场沸腾 在骂声分分中 我听见智商加一 智商加一 智商加一 就算能够在炫浮中隐忍 就算能够在暴躁时沉默 当新生会造芯片的战火 燃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新生群里没有人能坐得住 但是你普不乐意了 百迎新 你怎么老是抢我话说 你就这么离不开我吗 持遥 别来沾边 他们真是多虑了 以我现在拉仇恨的能力 还需要沾他们的光 结果还真需要 因为你普反手就把我发到了 其他社交媒体上 持遥还在下面补充写道 我们A大新生群里 今年出了个闲眼包叫百迎新 他竟然说自己会造芯片 简直太能撞了 这次借他们的光 我火变全网了 A大新生群闲眼包 很快冲上热搜 骂我的人也由新生群的同学们 蔓延到全网的陌生网友们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之前的同学们是有多温柔 尼普把我吹嘘芯片的那段原话截图 发到网上 他说 真是无法理解 新生群里怎么会有这样的闲眼包 而且他勾引过我 想要破坏我和女朋友的感情 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 哪有我女朋友漂亮 煽动性的语言 让全网开始声讨我 污蔑我的人知道 我有多无辜 却还是信誓旦旦的 在全网造谣 而真正辱骂我的人 根本不在乎我是否有罪 他们用尽最恶毒的字眼 来辱骂和嘲笑我 只为宣泄自己的情绪 被骂便强不仅仅是系统奖励 更让我淬炼出一颗坚硬的心 在系统的奖励 以爆炸式幅度增长的同时 我必将脆火成金 开学时间在一天天逼近 A大师生从来没有这么期待 新学期的到来 想到要开学我就难过 但是一想到开学 能见到百银心我又可以了 百银心 是我此刻最想见到的女人 见过新生群显眼包 没见过这样牛逼的显眼包 不知道大学四年她要怎么混 可能是做她摄友 都觉得耻辱的地步吧 求别提 我跟她一个班 被分到同一宿舍的代率很大 他们既期待我的到来 又似乎在害怕和我走得太近 百银心这个名字 似乎已经成了显眼包的代名词 而我自从上热搜后 就没有在群里发过言了 同学们陆陆续续的到了学校 新生群里也再次热闹起来 我看到你普开着拉风的保时捷 招摇过市 倒太早了 有没有要去兜风的 学校住宿环境太一般了 我要去附近买个大平层柱 有愿意跟我一起去看房的吗 她的保时捷就停在校门口的户外停车位上 路过的人看了都要喊一声 这是真少爷啊 她正享受着群里其他人的追捧 迟瑶也来了 不过迟瑶没坐她的保时捷 也没坐之前群里说的家常版好车 有人问起 她蛮不在乎的说 就在A市这么近 干嘛那么麻烦 而她静止走进校门 一眼都没看尼普 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同以往 尼普正在新生群里乐呵的发红包呢 谁抢的钱最多 我带谁去看大平层 群里人都激动的抢起红包 很快红包被抢光了 所有人惊诧的发现 最佳手气竟然是百银新 你是真敢出现啊 嗨 财运滚滚挡不住啊 我随便一抽就抽到了最大的 不过保时捷我没兴趣 大平层我也没兴趣 尼普怒骂 没兴趣你抽什么抽 你就故意跟我作对是吧 我嘻嘻一笑承认 你怎么知道 尼普一愣 就像是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 想不到吧 我早就不是之前的百银新了 我挑衅般的 也顺便发了个红包在群里 并附带一个微笑表情 谁抢的最多 我就让谁来帮我擦直升机吧 群里顿时又骂声一片 别人抢红包都是给富豪体验 你抢个红包还压榨劳动力 兄弟姐妹们抢啊 他哪来的直升机啊 搞不好就是个飞机模型 红包被一抢而空 但是群里人骂得更凶了 卧槽十块钱的红包 你发一百个人抢 百银新你真行 百银新你千万别走夜路 要不然肯定会被套麻袋暴打 聪明的大脑帮我信息过滤 我只听到财运加一 财运加一 事实证明 当人不要脸以后 赚钱就变得容易了 今天已经是报道的最后一天了 同学们还在群里挑衅我 百银新怎么还不来报道 你怕了吗 你不敢来了吗 明天就过开学时间了 保湿街自驾游的都到了 你怎么还不来 百银新 不会是准备退学回去复读了吧 你的理想呢 你不是要造芯片吗 眼见太阳都要落下去了 我却才不紧不慢地换了衣服 准备动身 牛逼的人往往要到最后才出现 尼普不满被抢了风头 问你们为什么只关注百银新 他只是个假货 他的车停在门口一整天了 搭理他的人寥寥无几 就算是保时捷 炫耀了半个月 大家也都腻了 不知道是谁在群里发了一句 天怎么有点黑了 随即更多人开始发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嘈杂的声音 我竟然有一瞬间心悸 好像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发生了 很快 所有人昂头望天 新生群里 大家再用一句话刷屏 是谁真开直升机来上学了 除了我还能有谁 被骂这么久 买架直升机很正常吧 我的直升机 在学校上空群寻了一圈 新生群开始猜测 这是哪位富豪家的傻孩子 也来上学了 开直升机上学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名字 楼上的我也是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他要只有之前能不发图 我是刚才抢红包的最佳手气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话说 这飞机转两圈了 怎么还不降落 我扮了身子站在飞机外面 单手拿手机发消息 学校真没停机品啊 我不信是百银新 全体成员 到底是谁开直升机来了 你说话呀 别让百银新抢风头啊 怎么就不信呢 难道是我之前太低调了 正好我在高空看到 尼普骚包色的车停在门口 我站在街道上空 对着下面喊 我百银新啊 我真百银新啊 我先去找地方停飞机 待会儿回来呀 尼普一愣 随即仰天长骂 他破房了 你有病啊 就在当地上学 你开成直升机 怎么办呢 有钱就是任性 他尼普都快住在保时节里了 我也没说什么呀 他随即又反应过来问 百银新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抢银行了吗 新生群里开始了 长达三分钟的沉默 很快大家坐不住了 百银新不会是找到什么赞助商了吧 毕竟是曾经上过热搜的 我不会 这要去帮百银新擦直升机吧 我就抢了一框二毛五啊 只抢了一框二毛五啊 我这手啊我这手 我抢什么红包啊我 其实我的钱一开始是不够的 但是在我被全网黑的时候 持妖界热度开了好多场直播 他直接涨几十万 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小网红了 就是这名气是吸我的血才涨起来的 他在直播里自称是显眼包百银新的同学 并且透露 百银新除了吹嘘会造芯片之外 还说自己开学要开直升机来 芯片什么的可能有的人听不懂 但是开直升机上学这种事情 大家都听懂了呀 于是在他们的痛骂之下 我又喜提几百万的资金 因为金额太大 系统甚至不是直接发放的 那天我奶奶从老家坐车来玩 她从随身的尿素袋里 掏出一套酒具 说是祖传的宝贝 我直播连线了一个主播健保 主播下的满口行话 商朝的宝贝 保有真行 三年起步吧 这搞不好就是打击给周王卫酒收用的 我哪敢卖呀 出门就带着我奶上交了国家 国家给我发了证书 还奖励了一千块钱 我带着我奶去旁边买了个彩票 彩票没中 但是彩票站旁边证券公司拉人开户 一看我奶奶三十年老股民了 中国股市在的时候她就在了 再一看账户里竟然还买了一只股票 一直没卖 当年十万块买的 已经翻了几十倍了 现在账户里有八百多万 我奶乐疯了 她说本来你考上大学 打算把祖传宝贝给你的 谁知道就上交了呢 我这一把老骨头了 要这么多钱也没啥用 我留一百万私房钱 剩下七百万你拿走吧 新奶呀 她只要一百万就够了 我哭死 我含泪取走了七百万 存进了自己账户 顺便买了架直升机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谢谢刷分神器持妖的馈赠 当我的直升机真的出现以后 群里的风向顿时开始转变了 他们开始回忆起 之前尼普对我的污蔑 我记得之前尼普说 百银新败金图他的钱吧 可是人家都能买直升机了 不至于图他一辆保时捷吧 尼普 万一他的直升机是租的呢 我在下面回复 买卖手续齐全 就我自己买的 可以查证 尼普不说话了 我记得尼普还说过 百银新收了他的红包吧 人家能贪他那点钱 而且他一个开保时捷的富二代 竟然还会因为这点钱死女生 他不会是那种 保时捷要半个月 搞不好他全部身家就一辆保时捷 尼普立马急了 反手就把持药卖了 持药跟我分手了 他花了我那么多钱 我都没找他要 我不是那种人 两人竟然才谈了短短一周就分手了 群里人开始震惊 怎么会这么快 持药冷哼 什么大少爷呀 就是个抠门鬼 尼普怒了 你一周花了我五十万还骂我抠门 你才是真正的拜金女 而且你根本没出过国 之前豪车的照片 也是蹭别人的车派的 尼普你乱说什么 之前百银星根本没收过你红包 你非诬蔑他 现在又开始来诬蔑我了 我什么时候花了你那么多钱 你把话说清楚 你这种人才是真正的 得不到就要毁掉 太恶心了你 两人狗咬狗的乱成一团 啊猴 够精彩的 我记得他还诬蔑过我 破坏他感情呢 就这感情还需要破坏嘛 早就破得跟云网一样都是漏洞嘛 当尼普和池瑶 在校门口吵得正欢的时候 我打着出租车到了 刚才直升机停的地方都点远 是出租车呀 是出租车 校门口一群人眼冒绿光的围了过来 出租车司机吓得差点溜车 这学校的孩子咋了 读书读傻了 出租车都没见过 我笑了 特殊的不是你的出租车 而是坐在出租车上的我 出租车司机用一种奇异的眼光 看了我一眼 他的胡伦话似乎在嘴里转了一圈 最终又咽了下去 看得出来我痛失了一分系统分 因为司机的高素质 可当我下车后 司机脚油门跑了 空气里还散着他骂声 今天出门没看黄厉 碰上的全是神经病啊 当我真正出现的时候 尼普江在原地直愣愣地看着我 甚至持咬打了他一巴掌 都没反应过来 其他围过来的同学 也默瞪口呆地看着我 终于有人打破僵局 小心翼翼地询问 你是百银心吗 就像水龙头开了闸 其他人也接连问起来 那个一说话就欠骂的百银心 那个发自己视频 驱黑的百银心 那个真的开着直升机来的百银心 他们的目光逐渐变得诚恳 有人当场拍了我的照片发在群里 而群里其他人也开始变得诚恳 百银心 同学 我要向你道歉 我收回你 失去四年择偶权这句话 所以我可以先拿一张爱的号码牌吗 百银心 同学 我要向你道歉 没想到你真的有直升机 所以拿了你一块二毛五红包的 我可以不去擦直升机吗 如果一定要擦 你可以在旁边监工吗 百银心 同学 我要向你道歉 没想到你的直升机是真的 美貌也是真的 所以四手五入 难道造芯片也是真的 难道这个女人真的该死得优秀 这就过分了呀 你有钱长得漂亮就算了 你脑子不可能也比我们好用了 我高考可是680分的 你多少分啊 你朴呆呆地往前走了两步 停在我面前不可置信 赢 迎心 而池瑶连退两步 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漂亮 当然是因为你们啊 我亲爱的刷分器 谢谢你们的诋毁 让我学到了很多呢 池瑶一脸迷茫地看着我 却又有些痛惜 她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第二天是开学典礼 我一大早就去了学校礼堂 尼普已经在礼堂了 她看到我有些诧异 迎心 你怎么来了 我还没说话 她的脸闪过惊喜 难道是来看我的 我跟你说 我是这次的新生代表 我要上台发言的 我对她露出一个微笑 确实是为你来的 不过对你来说 可能不算是一件好事 旁边有老师朝我走过来打招呼 老师略带抱歉地对尼普说 抱歉尼普 我们临时决定 把这次的代表名额给摆迎心 我继续微笑 老师不说 那还是我来说吧 你的哥哥也曾经是A大的学生 他一入学的时候就说要出国 让每个老师都给他的平时分打得高高的 所有老师都很善良地照做了 可是临近毕业的时候 老师们才突然发觉被骗了 他不是想出国 他毕业直接用混来的成绩保研了 尼普听完 脸上顿时煞白 因为他在新生群里 就说过自己想出国 这个套路和他哥哥一模一样 他吞吞吐吐还是狡辫着 胡 胡说 我才刚入学 怎么可以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取消我的代表资格 我连忙解释 那当然不是 取消你的代表资格 是因为我更有资格做新生代表 而你哥的那件事只是告诫你 这条保研路走不通了 尼普双目失交地愣在了原地 开学典礼上 我在全校师生的惊诈目光中 走上演讲台 校长一挥手 无数记者从外面涌了进来 对准我就是一顿梦拍 校长介绍我说 这就是我们这届的新生百银心 他在暑假期间 向我们老师发送了多篇 足以振动学术界的论文 包括5纳米 芯片技术的难点解决方式 芯片从涉及到 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等十几篇论文 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祖国的未来 它是我们新时代的新生力量啊 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周围学生们窃窃私语 他们开始掏出手机 在新生群里刷屏 他搞真的呀 他真的会造芯片 且 百银心跟我之间的差距 不过是隔了一个东飞大裂骨 垂死病中精做起 小丑原是我自己 长得漂亮又有钱 我还能考虑一下抱大腿 但是他这种智商和格局 我只想说 先凡有别 百银心 做我永远的女神吧 只有持咬目光呆滞 脸色发白 他开了很多场直播 嘲笑我的直升机和造芯片 因为嘲笑我 他有了几十万粉丝 那如果他嘲笑的 不可能的事情 都变成真的了呢 那么他就成了众矢之地 或许会成为 下一个被声讨的对象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中 我对着全国的镜头笑了 技术方面问题 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我说了 你们也听不懂 有人拳头硬了 但是媒体的眼睛都在发光 像我这样有争议的人物的新闻 才会有更多人关注 我继续说完最后的话 白链成钢 脆火成金 无畏艰险 勇往直前 希望你们都能够 怀揣着梦想走下去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